二姐怎么了 这好好的 大姐生前最爱吃这红烧狮子头 我忽然就想起了大姐 侯爷 十一妹 对不起 是我一时悲伤没忍住 来 姐姐跟你加一块儿 吕姨娘生前说你啊 最爱吃糯米莲藕 抱歉 抱歉 是我大意了 不妨 你在我跟前时 我分明教过你 夫不欲妇 则微宜废缺 妇不是夫 则一礼堕缺 你身为主母 自然要小心谨慎 以身作则 若总是这般举止冒失 行事粗糙 怎能担负起主母之责 怪不得婆家不信任 岳母放心 十一娘温恭谦逊 大方得体 家里人都很喜欢 即使有所差错 太夫人也自会教导 母亲啊 我们从昨日就空着肚子 等这一餐了 这肚子早就唱空城计了 说再聊下去 可受不了了 好 你愣着干什么 是啊 别愣着 吃菜 吃菜 非常愣着 很慰 Awak 非常愣着 那 summoned 去吧 你要是对乔姨娘 执掌中馈如此介意 在家的时候为何不说 侯爷是认为我跟母亲说了什么 很多事情分明可以用商讨来解决 为何你们总喜欢在背地里行事 你们 侯爷口中说的你们除了我 可是还有大姐 侯爷说我便罢了 大姐都离世这么久了 侯爷这么说 怕是不妥吧 我去 杨中还有公事处理 你自己进去吧 侯爷记错了吧 今日并无 侯爷请便 侯爷 笑得知错了 侯爷 这个好 不 你不知道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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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知错了 我 侯爷 准备好了吗 我 将军 将军救我 将军 侯爷 侯爷 是有点不太公平 侯爷 来 小影子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了 来吧 这小子从小到大就会这一招 不去当赤后真是可惜了 侯爷 今天不是回门之日吗 怎么还来衙门了 我做什么 本侯还要向你请示吗 我这不是关心您吗 新夫人如何 牙尖嘴利 胆大包天 还是第一次听侯爷 这样评价别的女子呢 看来这个夫人不简单啊 我何时还评价过女子 上回在码头 您还说过刘玉璇的女儿啊 说她年方十八 知书达理 貌美如花 我还说了什么 我不说了侯爷 您可别去跟我说亲啊 续贤一事被我本约 只是尽家主之责 常原娘之愿罢了 只要能各尽本分 相安无事 也是最好 冬青啊 更衣吧 准备休息了 夫人 侯爷还没回来呢 要不要再等等 她今日应该是不会来了 休息吧 娘 请保佑我尽快找到凶手 好 侯爷 侯爷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睡不着 出来走走 夜里风寒 侯爷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 我先回去了 你可是在想你娘 心中若有难解之事 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这里坐上一会儿 也能想开许多 侯爷是也有难解之事 你很好奇吗 我只是觉得 像侯爷这般威高权重 即便心有所求 也应唾手可短 又有何反忧 若真是如此 你就不会在这里了 看来侯爷对春日宴之事 还在更更于怀 过去的事 我不想再提 我若说 我本无意争夺管家之权 侯爷是不幸的咯 你对管家之权 一点想法都没有 我认为管得好才是目的 谁来管不重要 你倒是看得挺通诚的 看来暖哥看书是有点用的 那自然是比不上侯爷远见着实